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都只会跟你们说三千大千世间 又大呀 大得不得了三千大千世间 三千大千世间到底有多大 就在你的一念间 你说一个人眼睛闭起来 师父跟你们讲 叫你脑子里想一想 眼睛闭起来 你可以把这个宇宙空间都可以想到 在你的脑海里大不大呀 你现在想想你在天上 眼睛闭起来看看天大不大呀 在飞机上看到天大吗 那你现在如果生气的时候 一句话难过了半天 气了半死 那个时候你们的心小不小啊 你看弥勒佛为什么写个肚子给你们看啊 你说说看一个宰家肚子里能撑船呢 你们的气量呢 一句话一个事情 哎呀不得了了 不可以了不开心了 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啊 人间不就这么几十年吗 一句话了 很多人临死都还记住呢 不要见这个儿子啊 他年轻的时候曾经伤害过我啊 我不要见他呀 妈妈你就原谅他吧 哥哥跪在那里呢 就三天三夜了 跟你忏悔了 不要见他了 我去 走掉了 气死了了 气量大一点了 有什么过不来的 对不对啊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人的一个念头 想通了 开心了 在天上 一个念头想不通 为什么 为什么 地狱啊 听懂了吗 你们没有占人家便宜过 所以很多男人 跑到我这里来讲 他老婆啊 跟我外面怎么怎么 我说你有了 你比他多比他少了 很多女人跑到我这 我老公啊 你有过吗 你也有过的呀 所以人生一面间 就是六道轮回 你的念头 什么时候放不下 你的六道轮回 就时间越长 听懂吗 痛苦啊 难受啊 烦恼啊 就一直轮来轮去的呀 你说什么 小时候轮回 青年的时候轮回 老年的时候 还是轮回呀 天天这样啊 可怜不了 可惜不了 所以 只有一念 你就是在天上 就是佛 想不通 难受 就死盯着他 我就不放过他 你就是魔 你看看你们被很多人盯着的时候 你是不是说他生活啊 为什么啦 过去了就算了 你们在单位里被人家盯的时候 在公司里被人家盯的时候没有啊 有的人就是死盯着你 就盯着你怎么样啊 不停的监着 解放你 你知道吗 因为你曾经得罪过他 所以你知道要 气量要大 你知道别人这样不好 使你很难过 你为什么气量这么小 再去死盯着别人 让别人很难过呢 这不叫轮回吗 你让他难受吗 让老婆难受吗 老婆明天在外里面给你报复 闲死你 长期的闲 你的肾脏就会算钱 人就是报复来报复去 没有意思的 佛跟魔相差有多远啊 战恶好坏 一个人善的恶的 好的坏的 战欲啊 毁欲啊 得到啊 失去啊 实际上就在一年间了 你们哪个人没有得到过啊 哪个人没有失去过啊 有什么关系啊 失去还可以再得到 得到又会失去 有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样 失去了还会再拥有 很多人失去了感情了 接下来又有一个感情来了 他又拥有了 拥有了之后 不好好珍惜又失去了 再拥有再失去 直至孤化 最后 就算你一生找到一个最圆满的 你也得放下 因为他也不会赔到你底的 听懂了吗 所以不要看得太重啊 人的一念可以把我们带去天堂 也可以把我们踢入地狱啊 这想不通的人就在地狱当中啊 这一念又可以将我们心中的黑暗 转为光明 师父 我经常跟你们说 我就是一个闹钟 经常在唤醒你们 因为你们还经常在做 自己啊 我恨啊 难受啊 出不来啊 我把你们叫醒啊 所以一定要懂得 想不通是暂时的 想通是永久的 所以希望你们要想通 就是光明心 所以人的念头 因为有贪嗔痴慢疑啊 你们看看你们每个人 人还想做未来的佛呢 贪嗔痴你们都知道吧 就是傲慢 人不能看不起别人 疑是什么呢 疑这个字和声音一样的 怀疑疑 对不对啊 怀疑别人疑心生暗鬼啊 一怀疑你就心都生出鬼了 怀疑了 对男人不好 对老公不好 对孩子怀疑 对主任怀疑 全部出来了 所以要帮助自己找到佛性 这个念头实际上好像很虚幻 无影无踪 你看看人的念头 为什么叫无影无踪 因为他瞬息万变 所以你看一个人刚刚还很好的 哎呀你放心啊 我肯定跟你很好 我们跟你合作 别让你跟他合作 他曾经怎么怎么怎么 过一会儿 哎你卡你卡 马上变 好了 现在知道了吗 人呐 一个念头就转念了 一个念头让你痛苦 一个念头让你幸福 你到底想幸福还是痛苦 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呢 现在明白了吗 今天吃点营养品 哎呦 吃的精神很好啊 身体很好的啊 哎呀一吃也好 精神怎么这么好啊 过两天一看报纸 这个营养品 含有什么毒素 会让你怎么样 哎呦 怪不得我这两天吃的精神好 都是假的啊 传是你的念头啊 听得懂吗 没有经过正式的东西 都不足以证明 它的真实存在性 我要跟你们讲心理学 真实存在性的东西 都是要经过正式的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 我们有时候一个念头 虚无来无中 虚无影 但一直在脑海当中会回荡 说说跟这个人不好了 怎么会不想 你肯定要想他的嘛 你跟他 算了 这种人我呢 我告诉你呢 你走得远一点 我告诉你 我想都不会想你的 白白无所谓的 你走好了 怎么怎么 你走之后 所以人不要最硬啊 没有意思的 一念 你就失去他了 在身边的时候 多珍惜吧 不要等他走了 再难过 所以红尘之人 很容易跟着自己的念头跑 我们都是在红尘滚滚当中的人 很容易跟着自己的念头跑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不买仗 我全面这样 我也不能饶过他 生活了几十年了 什么饶不饶的 大家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对不对啊 不要这样啊 有什么意思啊 结果累了自己一辈子了 明白了吗 我们人就在跟个念头跑的 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那样做 我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恨他 好了一辈子就这么累啊 累啊 大家听懂了吗 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 如梦幻泡灵的人生啊 你们没有感觉你们小时候 对你们现在来回忆 是不是像做梦一样的啊 你们同学会去见面的时候 看见这个同学了 哎呀 真的 几十年了 这个做梦一样了 怎么今天又见到你了 就是如梦幻泡影啊 一个泡泡 我们小时候 在太阳底下吹个泡泡 破一吹 一个彩色的球 看见吗 看见他跑啊跑 过一波 没了 我们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因为金刚经讲 如梦幻泡影 如鹿亦如电 过了就没了 听懂吗 露水被太阳移造还有吗 所以 知佛懂你 才知你我无分别 你要知道佛 懂得道理 佛理之后 你才知道 你跟我啊 没有分别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 一个老妈妈痛苦了 你也要难受 因为你也会成为老妈 人家孩子难受了 你也要替她难受 都是一样 人伤我痛啊 所以没有分别 那么不分别 你就不会执着了呀 你把人家都看成你的孩子 你不会觉得 我的孩子 哎呀 我也对她好 她的孩子 我就对她不好 那佛心 佛心佛理呀 不要去贪恋 这个东西 该你的 永远是你的 不该你 没了 就不是你的 结束了 无所谓 不回避 不回避 是什么 碰到好的坏的东西 都不要去 回避它 因为 随顺 因缘 因缘来了 就是你该得到的 不管善和罗 都是你自己过去生中 自己造的 不回避它 恶缘来了 我忍辱 尽尽 善缘来了 我要懂得借窍 借造 这样你才能 慢慢的过完你的 美满的一生 所以 不嫌弃 很多人 只要心中 一嫌弃别人 你的心就变了 你们告诉我 你们嫌弃别人 是不是觉得 自己跟人家不一样 有这么穷 有这么难看 吃这么多 脏的呢 你说你自己的心 是不是在变 不要这样 每个人都吃过苦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烦恼 不要去嫌弃别人 你看别人头发白了 你以后会白了 我就不相信 你们头发白的 老妈妈年轻的时候 看人家年纪大的人 白的时候 你一想 别人头发怎么一头白发 那么现在你怎么一头白发的 而且很多人 白发就白发了 不要缺眼 白发 我告诉你 智慧 你看教授都是白头发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了 要懂得 人 实际上只在一念 简 一个念头当中 你就能度 千千万万的人 因为你 只要跟菩萨的境界 一合拍 你就是佛菩萨的智慧 你就能度 千千万万的人 所以当一个人 在度人的时候 实际上 他有加持的 你们看 有些人不大会讲话 但是度别人的时候 讨痛不绝 好像有人跟他讲一样的 越讲越开心 越讲话越多 你们很多人不大会讲话 度人的时候 怎么话这么多 怎么讲得这么好 所以 世人 都要消业 世界上的人 都要消业 因为业障的显现 会阻碍我们修行 正是由于这些业缘的存在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业障的缘分 一段时间好的缘来了 一段时间恶缘来了 倒霉的时候就叫恶缘来了 好的时候就叫善缘来了 很顺利的时候就是善缘 不顺利的时候就是恶缘 统称为业缘 业障的业 业缘来的时候 要让我们更加精进的修持 修持自身 自心 自己的身 自己的心 将凡人的心念 来转换为菩萨的心念 你今天觉得这孩子很讨厌 你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 然后你一转念 哦 他来到人间也是来吃苦来消业的 今天既然到了我们家里 我就要好好地对他 要帮助他 要改变他 这是这个时候 你不会害孩子的 你就不会觉得这孩子不好的 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叫转业成圣 转换成圣 把凡人的心转为圣人的心 转换菩萨的佛心 转换出佛性 良心好的人就是有佛性 所以在菩萨的眼中 要珍惜每一段人间的因缘 你们今天 大家相聚在这里 也是一段缘分 可能以后你们永远见不到 可能以后还能见到 可能以后你们在天上见到 但是至少 你们跟佛都有缘 所以大家都相聚在这里 所以只要度化众生 只要能够学佛修清 度化众生 不再善恶缘 不管善缘恶缘 我们都要帮助他 都要去度他 这个就叫聚缘 欢聚的聚 聚在一起的聚 这个缘分是聚起来的 这是一念善就进入了净土世界 大家知道净土宗过去跟大家讲的就是 一个人经常在念净土宗的时候 一念阿弥陀佛 你就进入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就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天天说 我要做好人 我要做好人 你就很快做好人 你今天说 我恨啊 我恨啊 恨到最后 你不但看见谁都恨 你自己的脸上 也变得越来越恨 所以不能恨 分謝% 谢谢大家